绚烂的烟火表演,美轮美奂的五美灯光,人与机械的和谐共舞 4月28日晚间举行的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文艺演出 堪称一场山水园林的审美理念与高科技的表达方式共同演绎的视听盛宴 40多分钟的开幕式演出,共分8个部分 作为一台大型园林情景灯光艺术表演 为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主创团队借景构景,将人与自然,文化与科技 凝聚于湖光山色的自然意趣之间 当我们看到最早拿到园林景观布置图的时候 我们第一想到要把园林景观 拉入到我们整个表演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我们用了十万米的多彩的RD 那么我们工人师傅,灯光师傅 在每一棵树上面精心地缠绕 把它缠绕出一幅中国工笔山水画的感觉 沙小兰介绍说,夜幕下LED灯可进行四季轮回的变化 配合90块可升降的网屏 呈现网状通透,与后面的石井叠加产生虚实结合的感觉 那么到了舞台上了之后呢 我们有29根这个柱子 这个柱子是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知道 它都是一个机械装置用的很妙的一个 它既是视频柱 又是在机械上面能够随着音乐起伏升降 在月影的深情节目中 郁月月或尊两位歌手在舞台两边的升降机上 深情演唱小河糖水 在歌声中直径八米的月亮从水中升起 缓慢移动 远处两位杂技演员在一只灵活的机械壁上上下偏飞 远处有一个人机共舞的一队杂技演员和机器 在一块共同完成一个高科技和杂技相结合的 叫人机共舞的这么一个舞蹈 还有水面上的极光打穿水雾 包括月亮杂技呢 这种综合手段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唯美的这么一个环境 沙小兰说 过去一年 1500余名演职人员日夜奋战 只为在此次北京市园会开幕式活动中 向各国元首和嘉宾奉献一台国际一流水准的文艺演出